我們其實在上一次續產會 他沒有提供完整的資料 已經依照相關的實案法規定開訪 所以我們已經要求在週一 他必須要補齊相關的文件資料 我們也非常清楚逐項的告知 我們需要的資料是什麼 要求他們提供 所以週一如果 還是沒有提出完整資料 我們就會依訪加重開訪 市長怎麼看就是農業不提告 民眾對臭蛋的事情說是妨害民運 那外界都說像是喊殘的效應 警方一定是要依照相關的法律規定 符合比例原則 以及依照相關的程序來進行 民眾真正期待 是要看到政府對於捍衛食安的效率 以及決心 那我也認為政府應該要展現出來 面對進口蛋爭議的事情 他要提出什麼樣的決決方案出來 站在人民的立場 我想這個才是民眾要看到的 建筑成為隨意 農家人記者 也請記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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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改革 禁止 因為